最精采的表演 最好看的節目 都在 民視超級冰冰秀 YouTube頻道開張囉 趕快訂閱起來吧 OK 美鳳有約 嗨,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美鳳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哦 而且我跟大家說就是 我很喜歡跟朋友四處跑一跑 但是基本上就是 這幾位朋友 大家都是要有一點時間之外 就是有活力 你有活力去哪裡 你就覺得很開心 就算到某個地方 我們吃飯小酌 只不過去一個地方小酌 但心情就不一樣 你到某一個地方去 你看這邊景色的時候 你無形中心情是放鬆 但是你會希望說 我有更多的動力 我可以到處走一走 尤其看到森林 你看到那個樹 你要好吸水 你說有那個好棒 那個芬多筋 多走 都在外面走一走 是很好 重點就是 你要有活力 要有動力 很多人因為太忙了 根本懶得運動就沒有動力 你沒有動力的話 你就越不想出去 不行 一定要提醒自己 想盡辦法讓你的肌肉 一定要有肌力 你一定要有一點動力跟活力 好了 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就來請問一下特別來賓 他沒有什麼方法讓自己更有活力 請到這一位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歡運動 我老公應該還好 也會去運動一下 歡迎余皓然 美鳳姐好 年紀越大越不想動 但又怕身材走下該怎麼辦 另外這一位 我覺得他每次精神滿滿 每次跟我分享很棒的東西 他懂得非常非常多 我們歡迎楊宗凱 鳳姐好 居家聚眾好方法 讓生活健康沒有煩惱 好的 再來 我們請到的是老人醫學專家 王榮沛先生 垂直運動法讓大家有活力 強化身體機能 皓然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的興趣 有一些多元化 你看什麼烘焙什麼 很棒 就是這幾年就很喜歡 做一些這些東西 女兒以前不喜歡 但女兒最近也很愛 所以我們兩個就常常會 約了一起去上課 但我們兩個又怕胖 所以我們喜歡做 但我們不吃 那是誰 現在我就會跟老王說 我說老公 這是我做的 我老公有個好處 你只要給他多少 他就會吃了多少 因為我希望他吃 但是就是要運動 可是他就是 重數是勞動 但他認知勞動就是運動 其實勞動跟運動不一樣 妳有運動嗎 我沒運動 但是我吃很少 這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話講回來 有的時候 我們都不希望有老態 太瘦的話 或是你走路的樣子 就會有點不夠 你會有差 真的要運動 多少 重點應該是 這生活達人很厲害的 你保持得很好 我必須誠實說 年輕的時候 要漂亮 耍耍耍 當然你要動 因為你要維持體態 而且你要讓身形看起來是 耍耍耍耍耍 說真的 可是慢慢年紀越來越 工作也忙 對不對 工作忙 年紀越來越大 而且你真的越來越懶 有時候你會告訴自己 我現在看電視 開了一個小時 是不是要起來做個 二 三十分鐘的運動 算了 我下一個小時後 我等一下做半個小時好了 就一直拖 一直拖下去 真的 我跟你講 而且你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年紀越大越不運動 越沒體力 對 無形中真的有差 對 其實我覺得我媽媽才是最誇張的 怎麼說 以前我媽媽在疫情前 很愛跳舞的 我們那個公園都會有跳舞社 滿好的 可是這個疫情不能跳了以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除了幫我買菜 就是因為她要煮飯給我吃 其他時間 她幾乎都躺在沙發上 如果今天她 我都沒有在家的話 她可以 一直待在家裡面都不動 實在是你會覺得很 很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你知道 因為我們家當初會養狗 是因為我媽媽都不動 所以我才去抱了一隻狗 回來跟我媽媽養 我想說我媽媽很愛狗 然後牠會遛狗出去 剛開始的時候 確實牠也很認真 帶牠去外面遛狗什麼的 結果你知道 牠也很聰明 牠去買玩具的釣魚繩 你知道嗎 牠在尾端把一個狗狗愛吃的 愛咬的小玩具 就這樣子逗牠 就在沙發上這樣逗牠 這還不算什麼 連站起來去拿遙控器都不願意 牠要求我在遙控器的背面 要放魔鬼毡 然後牠拿一根長的這一個 我講的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牠拿一個長的部分去黏它 然後拉過來 然後在那邊按 真的 好聰明 為了懶 人都可以變得更聰明 對 重點就是 我們要請教一下 院長就是 如果都沒有運動的人 身體多少 其實都會有一些影響 有哪些影響 大家聽看看 有動嗎 對 很多的問題會出來 像 剛剛講的心情 因為你動的時候 腹膠管神經才會提升 真的有差 腹膠管神經是讓我們快樂的 所以這個神經 你沒有去活化的時候 那你就好像是 這個人生是什麼 還有心血管問題 當然你不動的話 我們的心臟會慢慢有壓力 那你博出的血液 不順暢 不順暢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 手腳麻痺 無力 然後胸悶 然後又覺得好像心慌慌的 頭暈 站起來也 因為你沒有動習慣 你就連站都困了 台灣也是在高齡社會 已經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因為已經很接近20% 老人人口65歲以上的 當然再來代謝 代謝 因為你不動 腸子蠕動變慢 當然你會累積 本來人就有素變 再加上你不動的話 也變成硬變 變成便祕 到最後到醫院去 簡單就是開軟便劑給你 那一吃又是不歸路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 有沒有動跟沒有動的 那個精神就是不一樣 有差 就是那個蠕動 腸子蠕動 真的有差 真的有沒有一些就是 就是都不愛運動 身體慢慢有一點問題出來 有這樣嗎 我其實有一個朋友 他爸爸大概80幾歲 其實你知道很多老人家 到了退休之後 他就覺得 就像媽媽一樣 你就覺得你 一輩子都在辛苦 那我現在退休了 我就開始對自己很好 他說他爸爸就是因為 不愛運動 但有時候會勞動 年輕都在勞動 所以他就覺得我有動 我有動 我有拖地 我有什麼 但那個不是運動 他說後來年紀大就是 很瘦 然後有一次就不小心 因為老人家最怕就摔跤 一摔下去之後就 家裡只要有一個老人家這樣 全家就整個 就改變生活方式 然後就開始復健 什麼 開始那種 後來好了一點點之後 因為他已經全身沒有肌肉 他長期沒有運動 這樣老了 營養流失 就整個其實已經是 皮包骨的那種狀態 人家不是說老人 後來摔了第二次之後 沒多久就離開了 我要分享的也是我媽媽的案例 她懶得動忙 因為我都是有時候很忙 晚上回去的時候 我到家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媽怎麼不在 後來我趕快去問我們隔壁的 鄰居才知道我媽被救護車救走 而且 而且妳知道她被救護車救走之後 是跑到那一科 加一科去 那個醫師一看到我就跟我講說 就是用那種很 妳覺得不對的眼神來看妳 她就說妳媽媽是因為 後來醫師就跟我講說 她做過身體質量發現 我媽是因為 其實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越不動的人一直在吃 不是在吸收營養嗎 對 臭 她根本只有 她根本沒有吸收到 她該吸收的營養 因為她的腸胃功能退化到 幾乎沒有辦法吸收了 所以她為什麼會去醫院 緊急打點滴 然後吊大檔 然後打營養針 因為她的腸胃沒辦法吸收 只能直接打到血管讓她吸收 所以她住院住了七天 她才有辦法回來 到底是應該有比較方便的運動 射服那種不一定要常常去外面 然後就是能夠 有的人都坐著不上班的人 對不對 或是 因為常常不動身體都比較 比較沒力量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 讓人家 讓身體比較有力量 一個 跳繩 跳繩 一個 還有什麼 太 太極 對 這兩個對健康很好 可是跳繩不會有運動傷害 膝蓋或是什麼 是 它有規定 跳繩對身體有一個幫助 比方說代謝當量要好 或者是說全身的放鬆要做好 一次跳要跳 一分鐘要跳 120下 有一個實驗 跳到第60下 前60下是很艱苦 60一下的時候 輕盈 很輕盈地跳 所以這個16歲以前就要學會 但我們都還沒到 輕盈就停了 就停了 因為我們人體的結構 從骨頭 肌肉 內臟上面 我們是好像蓋房子 是一塊一塊堆疊上來的 我們只適合上下動 是堆人 所以還有動的時候 會動出腹膠感神經 不緊張 你就放鬆 放鬆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越做越愛做 所以我很好奇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 都住在那種大樓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跳繩 那你說我要拿著跳繩 到我們家外面一樓的中庭 我更不想去了 是 那有沒有可能除了跳繩之外 還有更好的一個這種運動 這次我去醫院 跟醫師在互動的時候 醫師也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讓你媽媽運動 醫師也說 其實就像剛剛王院長講的 如果可以用 但他的年紀 已經不讓他垂直運動了 所以我真的找了好久好久 才找到原來在台灣 已經有這麼先進的運動設備 而且是在醫院也當成 是這種復健設備 這樣幫助這些老人家 平常如果沒有運動的 可以拿回搬到家裡面 做一些替代的運動設備 幫助他 我特別搬過來 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怎麼讓家裡的長輩 也可以做這個運動 太好了 我們就現場可以來試用一下 是 好 接下來就請 皓然幫我們體驗一下 就是搬給我媽媽體驗的 被動運動設備 我要脫鞋嗎 脫跟不脫都可以 隨您 我先不脫 對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們先從慢速度開始 你的褲子 鞋子 現在是慢速度 對 現在是3的速度左右 基本上它會分 從慢速度到快速度 因為我其實在早的時候 我花很多心力 因為我想讓我媽媽 從一開始的暖身運動開始 因為你如果都沒有運動 一開始太激烈運動 她可能會受不了 所以你可以從一速 越慢的速度 我現在從一速開始 你感覺慢慢的 很緩慢 然後它就像你在散步一樣 這樣的一個速度就像散步 對 步伐也可以慢慢地來 然後幫你身上做一個暖身運動 緊接著我們可以到2速 有沒有發現稍微快一點點了 對 有快一點點對不對 有 緊接著我們到3速 到3速就有點像快走 可我不得不說 它比我快走 舒服 妳可以不用 妳可以不用跳繩 對 就不需要再用跳繩的方式來改善 有可能再走出去 我可以到4速 這時候就有點小慢跑了 4速 4速在小慢跑了 對 再來是5速越來越快 大慢跑 然後開始是沒有 5速開始進入快跑 然後我們到6速就是快跑 天啊 要跑 然後7速就是加強跑步 那個頭 訓練你的肺活力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感覺到 你的身上 肺活力都要跑起來了 然後你的肌肉都跑起來了 我已經全身發麻了 然後就慢慢地 然後你運動完畢之後 建議就是再用一下慢速度 因為你要讓你的運動完畢之後 緩和一下我們身上的一些肌肉 了解 然後你可以由快到慢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不知道怎麼自己操作 它上面我覺得很貼心的設計是 它直接給你 三種形成 A1 A2 A3 就是由運動醫學科醫師 幫你量身訂做好 你的運動模式 然後直接由慢到快 幫你做一個15分鐘的運動建議 所以我覺得它設計還滿貼心的 我不得不說 它會比我真的去跑 因為我有跑跑步機 它會比我比跑跑步機來得 開心跟舒服 有 有 因為我跑跑步機 有時候跑到其實我會自己覺得 我沒有 整個會喘到裡面 沒有力氣 而且喘不過氣的感覺 我媽媽也是這樣 對 這樣的話媽媽沒事就請他站一站 其實剛買回來的時候 我剛剛講到 我媽媽因為想說兒子都買了 錢都花下去了 沒錢不行 怕算 怕算 他就很認真的用 而且他還把狗狗一起抱扇用 他想說一減二狗 他就可以不用去撩狗 我 就讓他動一動 很特別就是說 他其實懶 他不想動 可是他坐了以後 他確實有願意走出去 一下下的時間 然後開始比較願意 跟隔壁串鄰居 不用打電話了 但是你知道 沒辦法動到 好像運動了幾個月以後 他突然又開始變懶了 為什麼呢 他就說 你真的是有夠不貼心的 你不知道你老婆站了 六十幾年 我最好就是我 只要坐在那個上面 他就幫我動 不然你這樣 我還要站著 我很累 你應該體貼我 讓我坐著也可以運動才對 也是 對 也是 站這麼久 我也對 如果可以這樣站著就站著 對 要怎麼站著站著 所以不得不 又要考量到我媽對美的要求 我終於又找了半天 又找到了一個 找很久 沙發 它直接就可以坐在沙發上 對 特別把它搬過來 讓大家感受一下 好 已經 躺得好洗好洗 洗掉 連樓要怎麼動 怎麼用 其實我覺得它真的設計得滿貼心 就是這一台這種律動沙發 不是只有懶可以用 包含你如果是家裡面有長輩 不方便運動的 或者是久握病在床的 或者是它真的是先天性 有一些缺失 可是它又需要運動的 其實只要把身體坐在沙發上面 都可以自由運動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質感 而且它單坐就很舒服了 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說 它外觀設計在家裡面 不會覺得有違和 然後不會影響到我們 就是好像家裡面的擺設 另外你會發現 它其實坐起來 是很符合人體工學 使用上其實也很簡單 它看起來沒什麼 其實它有 兩種運動模式 一種是1mm的運動模式 讓你放鬆 舒緩的 而且還有12段速可以調 所以你在 比較輕微的運動模式之下 你可以按照由慢到快 然後讓你身體可以自然 處在一個放鬆的狀態上 所以可以請浩蘭 你可以先用 我先壓1對不對 在它沒有特別設定之下 都是1mm 它有 你可以從1速開始 有沒有覺得它很緩慢 對 而且你如果在勞累的時候 其實微微的這種律動 是可以有助於你 早感 復加感 平衡 更好的入睡 是有催眠的感覺 對 很多人就是看了電視 然後就睡著了 對 這個就更快 是 然後浩蘭你可以 設定快一點的 從3開始 你會發現肚腹的運動效果 會變得比較好 你會發現它在動肚子跟肩膀上 會更明顯 然後你可以再試試看 溜的部分 溜的部分你就會發現 溜 我確定 可以 因為正幅比較小 基本上它的正幅沒那麼大 真的嗎 速度快還可以 如果正幅很大就不行 你會發現它對動腳比較不一樣 溜 不一樣了 對不對 是不是不一樣 溜 他大腿以下 已經有開始在感受到了 是 他不同的速度 會針對你身體 不同的運動效果 而且我覺得要很棒的地方是 你可以 耐重到150公斤 哪怕抱個小孩上去運動 都不用擔心 它負重不好 然後設計又美 而且它那個木頭又是 品質又很好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 就是你永遠不用擔心 樓上樓下會抱怨 因為它的設計是往上拖 它是往上拖 不是往下壓 所以你不用擔心地板會震動 但很安靜的 譬如說剛剛那個站的 其實站在上面 你可以擺動 都可以 像坐在沙發 它也可以做什麼動作嗎 我們一般是躺著的時候 很舒服 如果說你在 平常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說 我現在做的是到 這個是第六速 也不是很快 但是它到深層裡面去 對 共振地放鬆 我覺得我躺了已經有 15分鐘 30分鐘 我還不想起來 這個時候 你要可以做一些動作 是做一些核心的 抱著腿 可以這樣子 抱著腿 抱著腿 你會覺得說 它在震動到裡面去 是 如果家人在一起的話 那你可以 這樣子的時候 你說王中平過來 幫我壓一下 你就不用抱了 他就幫你壓 你會覺得 更是舒服 對 有些坐瑜伽 有些教練會幫忙 幫忙推一下 對 幫忙推 那個力量 你自己又開始在 對 整個五臟六腑 它都在動 它是 對 我們的 潤帶 內外 隨著年齡增長 一定會變硬 對 以前可以劈腿 劈得很快 是 現在劈得好痛 到了50歲以後 你根本就 覺得以前可以 現在怎麼不可以 當然不是說 一定要叫人去劈的 像以前那樣子 但最少不要讓它硬 硬掉 可以這樣子 這個腿 翹一下 翹起來 翹起來以後 你會覺得這個角度 繃得緊 這個時候我們 抱著我們可愛的腳板 又可以跟它接觸 可以跟它撫摸 然後拉過來 你會覺得 整個不飛吹飛機 就會讓我們的筋開始震動 是震動在舒緩的 動得舒緩 拉完以後我們可以 往旁邊送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子來回這樣送 這個筋你會覺得 我怎麼越拉越 到我身體了 越拉越軟了 越拉越軟 其實幾歲 人Q 厲害 要換腳 兩邊腳都要做 兩腳你都要做才會平 要不然你走路會這樣子 160 170 160 170 對 這樣子 它像這個 要怎麼經歷 其實我覺得它設計 還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是到台灣的 氣候 這方清潔容易 所以它是這種 特殊的 科技皮革 然後是用 科技皮革的好處是 它表面的密度很高 所以你髒污不容易進去 所以你清潔很簡單 拿一個一般的濕布 切一切就可以 就很擦 而且它很抗污 而且因為科技皮革 本身強度也高 所以你不用擔心 用久會均裂 會破裂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很好保養 我們家因為是透天 一樓很濕 所以其實我就不太用 不太能用蒸皮的東西 因為怕它會脹皮 我們家的沙發會 它科技皮革 我真的覺得就很棒 清一起來很容易 所以使用起來很棒 媽媽用了之後呢 它真的可以比較能活動 而且比較願意起來動了 它終於願意 重新打電話給它的友伴 說我們再重新去跳舞了 真的 因為它太胖了 它跳不動 然後它現在水可能有排掉 然後也變得比較順暢了 另外我最近有帶它去做健康檢查 醫師也說 它的營養吸收能力有恢復一些了 然後就建議我給它調整一些 就是多一些蔬菜類什麼的 不然它之前是完全不能吃 太多蔬菜類食物 是 真的 這樣很好 當然就是讓家裡 讓食材 或是年輕一樣 都要補一些運動 讓我們隨時都比較有活力 你看我們院長 多有活力 我真不捨得出來 不想吃 很舒服 所以大家就有活力 你就會有動力 所以很感謝 生活達人 仲海跟我們分享 還有院長來跟我們說 如何 讓我們筋骨比較好 謝謝 就是很不錯 很輕鬆的運動方法 太好了就又學到了 對 就知道了 體驗到了 對 體驗是很重要的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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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時候就這樣 OK 美鳳有約 以上節目由伊蘭 赫蒂法 紅莉花莊園 冠名贊助播出